我想要明白一件事 导管消融術来说 通常针对大概八成左右的病人 是有一个很大的改善 换句话另外两成病人都不是很受惠于这个方法 每一个病人的例子都不是很相同 譬如假设一个病人 他本身中风的风险高达5分或者6分才算 就算做完消融術的情况之下 我们都不能够保证病人一下病发都没有 所以我们通常都会建议他吃这个薄血药 但如果病人只剩一分或两分的话 我们就会和病人商量 他说他还需不需要吃这个薄血药 因为其实现在有些其他新的方法 去监察到病人有没有复发的迹象 假设病人是没有复发的迹象的话 譬如透过一些 刚才我提到的攜带式的监察仪器 甚至我们有些叫植入式的监察仪器 会看到病人是真的有没有任何的心房前度复发 譬如透过一年来说都完全没有复发的话 经过和病人商讨之后 未必一定需要长食这个薄血药 一般的指引都是这样做的 其实你刚才所提过的方法 我估计十几二十年前都有很多医生研究过 第一起薄气本身 有没有办法去防止心房战斗呢 结论是不可疑的 是没有用的 亦都很早期二十几年前 有些叫做心房随间器 但也根据很多研究发觉 都是没有什么用途的 因为当你病发了之后 你碰到正常去 其实对于这个病是无无帮助的 或者有些病人会给医生 有些医生会指示或者建议病人 做一个叫体外电击的方法去矫正心跳 那这些方法全部都是只要一次性 将它的不正常心跳矫正回正常 而它复发机会是依然一样的 无论你有没有做过这些事情 所以来说这些方法 这个手段只是针对一些所谓持续性的病人 我们希望矫正它 而可能进行其他的治疗 这是其中一个步骤来的 就不要当成根治一个病的情况 我想最大的关注 大家常常在新闻 或者看到就是所谓的病人撤死 这些撤死的病人 很大机会是因为心率突然出现了问题 而这个情况一般我们有两种 一种叫做心室跳动过足 另一种叫做心室战动 其实大家会看到很多电视剧 医生抢救病人 通常做的方法就是矫正这两个心率的情况 因为当这两个心率的情况出现的话 心脏要么跳得很快 要么就暖了 但基本上就没有任何泵入的情况 看回心模型 这个就是左心室 透过左心室泵血去全身 透过这个主动物 刚才提过心房 心室跳动过足和心室战动来说 这个左心室基本上没有一个有效的收拾和放松 基本上没有血泵出去 没有血供应上的脑部 或者其他器官 每个人大概几分钟之内就会过身 所以这是一个比较严重的情况 除煎气就比较有效 去防止病人死亡 因为当这些情况出现之后 体内的除煎气就会帮他矫正心跳 当然我们不可以 人人都会放一个除煎气进去 主要針取一些高危的病人 我们会防止进去 比如哪些是高危的病人 心脏功能差 严重的心血管无病的病人 或者有些家族性的 遗传性的心内问题 这些病人来说 就会受惠于一些所谓体内的 安装的除煎气 当病人一病发光时 就会处理它 或者可能你会问药物有没有帮助 其实就没有什么帮助 最有效的方法 暂时都是一些所谓心室的 除煎气去帮这些病人 当然调控好 比如说防止心脏失血出现 防止心脏功能变差 或者处理血管问题 可能是比较重要的这个方法 但如果提到针对性的心理问题来说 除煎气是相当有效的方法